現場講到高端這件事 真的是沒有做三期的高端 現在要做的實驗是 把高端當做第二劑施打 你說這是不是很妙 很詭異 9月14日通過人體 這個試驗倫理委員會 已經在招募了 要收200名20到70歲 打過第一劑莫德納的民眾 進行隨機雙盲試驗 這個臨床試驗的主持人 謝思明一時 他是說 雖然高端是次單位蛋白 跟莫德納 mRNA不同的平台的疫苗 但是打入人體的蛋白抗原 都是來自美國國務院的S2P 因此在打完第一劑莫德納之後 高端作為第二劑 可以喚醒抗體成效 換句話說未必會輸給莫德納 看到這我不知道 這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事實上同一位 謝思明 在5月份的時候 他是這樣說的 他在臉書上說 我們11個臨床試驗的主持人 都還不知道 試驗解盲結果是否成功 政府就先下單了500萬劑 感覺起來 你當時也提出一些質疑 而且也質疑了高端保護力 因為就是沒有做三期 可是現在卻要又做 第二劑的實驗 這個部分 你還說有可能做出來的結果 是不會輸給達兩劑的莫德納 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自相矛盾之處 反正他們現在 就這條路要走到底就是了 寶寶 我不知道這個謝思明主持人 是不是有受到什麼壓力 因為他感覺之前講的話 就跟現在講 矛盾 自相矛盾 論調是完全相反 我覺得基本上 已經是完全相反 我不確定他背後 是不是有受到一些施壓 這我不是很曉得 但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現在本來大家已經覺得說 第二劑混打BNT 應該是比較確定的 因為感覺BNT它現在是週週 如果都可以來的話 它相對是穩定的 所以大家原本都已經想好說 搞不好我打了第一劑高端 我第二劑還可以打BNT 其實很多人在思考這個事 但我覺得 第一劑打了高端之後 我相信 可能政府不會輕易的開放高端 可以去混打別的 不然他貨要銷到哪裡去 他還有400萬劑 天啊 我不知道他這個 要打到合年合約 但反正就是 在國內都這麼滯銷的情況之下 你還跟我說 你可能可以外銷到1億劑 我是覺得有點太誇張 就已經華而不實的一個情形 但問題就是 其實現在莫德納混打BNT 這個在國際上 像加拿大 英國 越南 他其實陸陸續續 都已經開始在做 所以我覺得他不是完全無跡可循 其實國際上 他是有一些國家 我們是可以參考他的一個經驗的 所以我不懂為什麼張善存 他明明就已經提到了這件事情 但出來之後感覺好像 彈劃一線就沒了 就縮回去了 變成說我是要來混打高端 其實大家是 所以這是更上面的意思 我覺得是 就是我覺得這是大家 真的很不能接受 就是你怎麼會等半天之後 你跟我就是雙手一攤 我國際疫苗就是沒有了 所以沒辦法 我請大家打高端 請大家配合好嗎 就是我覺得這個太誠 你看我們的莫德納 當時說我們買了505萬劑 然後實際上這個到貨才多少 150萬劑 所以大概才不到三成 到貨率不到三成 請問你可不可以 像南韓一樣去催個貨 南韓催個貨之後 莫德納短短兩週 就來了815萬劑 這麼多 他只要將中央派代表去 現場跟公司催貨之後 他就可以拿到這些劑量 而且他現在已經講了 他說渴望在中秋節之前 我們就可以讓七成的人口 施打完第一劑 10月底之前也可以有 七成的人口可以完全的 可是保證 如果按照你這樣的一個邏輯 逆風的烏鴉就點解了 他就說這也就是為什麼 可以了解說 我們不像南韓一樣 去美國催貨 因為萬一一旦催到了莫德納 這才是麻煩的開始 他說要到了 那高端第二劑計畫怎麼推 就直接炸開了 對 這樣等於說 高端真的是已經無促銷 所以我說老實話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現在給人一種感覺 他那個疫苗的政策 先說他剛開始 沒有非常完整的規劃 他都是來什麼 就先打什麼 想說趕快先 讓民怨不要持續的往上高漲 我先趕快有什麼 AZ來就打AZ 莫德納來就打莫德納 就是你知道人家捐什麼 我們就趕快下一輪就打什麼 我覺得他那個規劃 是完全是沒有 所以導致到到現在完了 這個真的已經是 這叫什麼 下季不接上季還是什麼 就已經搞不清楚 你知道莫德納他現在 其實很多人之前 在打第一劑之前 就已經在擔心說 我會不會第二劑打不到 你知道連人民 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憂慌意識 連打之前第一劑都不太敢打 因為他怕他打不到第二劑 結果果不其然 政府就真的沒有要給你的意思 但我覺得很扯 你看像剛剛卿惠提到 到底可不可以 像男孩一樣你去催貨 我就想要問 請問中央到底有沒有派代表 實際的去跟莫德納催貨過 我們跟美國關係不是很好嗎 那你是不是可以 請美國政府稍微的幫忙這個 在旁邊旁敲撤擊一下 可以催促一下 我們可以讓莫德納趕緊的進來 我們的到貨率不要這麼的差 沒有嘛 所以你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所以你是不是就是在護航高端 所以說老實話 他整個過程會讓人家覺得 我就是一直希望讓大家可以去打高端 讓這些國際疫苗進來的慢一點 不要來的這麼的順利 我就可以順利的把這個高端 推出去給大家 但現在問題就是 你知道最剛開始 其實本來兩劑疫苗之間的間隔 大概只能4週 後來說好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WHO他講說 那不然可以延長到6週 他在講到好 如果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就是全球缺貨的情況之下 最多延長到第12週 我們現在已經 我覺得我們就算再繼續延下去 可能都是超過這個時間的 我覺得已經是 等到大家已經開始不耐煩 甚至我甚至在想說 如果再這樣子下去的話 下一波的民怨 可能很快會再起來 但是政府還是為高端給你 好 叫你打高端 所以因為我剛剛特別提到 逆風的烏鴉他就分析了 除了這個為什麼不像南韓一樣 去催貨之外 他另外也提到了 陳時中的企圖心 很容易猜 推高端是國策 但偏偏就是沒有人打 在今年還有400多萬劑 這要怎麼辦 因為到昨天的數字 好像是打了71萬劑 70 對 70多萬劑 這個時候感染科權威 黃立民醫生也就講說 國外已經有很多研究承認 MN疫苗混打 是一樣有效的 沒有必要等什麼本土研究數據 出爐才要做 要就趕快 趕快混打 我們現在疫苗完全不夠 是 而且親黃不接 對 說實在的 我們可不可以不混打 也可以 我們先講不混打的狀況 做不做得到 我們不混打當然做得到 郭台銘已經幫你預定 3000萬在那邊 說不要 如果卓縣長手上有錢 你跟侯市長兩個 真的編得出預算 3000萬你們要不要 那當然要 是嗎 那當然要 可以救人的事情 為什麼不叫做 對不對 心態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你們兩個拿到3000萬劑 我們不用再混打了 這個絕對是心態的問題 對 他就是要把所有的機會 這很簡單的道理 所有的施打都留給高端 我們回憶最早最早 林權不是東洋藥品 要了3000萬劑嗎 300萬劑 不是後來說林權又撤回了 為什麼 因為不是說有一個無姓立委 每一劑要抽10塊錢 這是坊間的傳聞 大家想想看 如果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調查局要不要調查 如果沒有的話 這些被指涉的人 要不要出來澄清 也沒有 為什麼這整個過程 台灣疫苗缺 蘇貞昌 現在視訊都還調得到 蘇貞昌說台灣不急著要疫苗 為什麼不急著要疫苗 這個就是耐人尋味 因為他本來預計 在5月以前 台灣的疫情不嚴重的時候 進口的疫苗都進來了 大家一定是優先要打進口的疫苗 那高端就沒機會了 所以他就預計 把這個空間都留給高端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發生了什麼 發生了一個3加11的防疫破口 防疫破口進來以後 5月15三級隔離 整個疫情爆發 那時候我們台灣就是沒有疫苗 因為什麼 要留給高端的 高端也來不及 所以說我們政府就讓人家覺得 人家全世界都在找合格的疫苗 國際認證的疫苗 來保護國民的生命 我們民進黨政府剛好相反 他是用不惜犧牲國民的生命 來保護高端疫苗 這個已經是倒行逆施到極點 我剛剛有志兄講得對 為什麼現在我們知道 政府的能力有限 民間的力量無窮 或者是政府的居心 他就是要保護高端 你要保護高端 也做得太離譜 我們在政府機關 服務過的人都知道 你一個東西都還沒有交貨 還沒有完成完整的實驗 還不是一個合格品 你政府竟然可以編預算 把這筆經費交給民間的政府 請問這不是圖利 不是貪污 什麼是圖利 什麼是貪污 我建議大家 讓2024年讓政黨輪替 讓我們這些見不得人的事情 黑箱作業的事情 包括高端的EUA審查 包括3加11的會議紀錄 這些都是要經過一個政黨輪替 才能夠真相大白 因為我們看到民進黨 現在已經一切都做黑箱 一切都做掩蓋 我也希望我們民間的力量 政府不買 我們大家集合力量來買 我們來買國際 經過合格藥證的疫苗 我們讓他 大家讓他進來 如果民進黨要沒收 就讓他沒收 我們來打行政官司 我相信一定可以打得贏 關於混打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講到現在做實驗 就是莫德納要混打高端 陳時中剛剛被記者問到這個部分 他說在學理上他認為可行 結果我在我的群組裡面 一片哀嚎 我看到有人就 我同事說 結果笑了半天 因為他們打莫德納第一季 最後我們才是高端宅 其中我的執行團隊裡面 對 也說剛剛做完圖都快哭了 所以真的要打高端 寶寶都崩潰了 寶寶是完全放棄 他連登記都沒有登記吧 我也沒登記 對 現在陳中說 學理上可行 好 我跟你講 他這句話真的是胡說八道 我跟你講 整個疫苗的過程裡面 90%全部都是科學 只有一段是美麗的錯誤 就叫第一劑跟第二劑 為什麼會有第一劑跟第二劑 因為AZ 就是AZ這支疫苗 當初 因為你知道嗎 AZ是一個慈善疫苗 說實在 當初牛津大學跟艾瑟蒂吉利康 兩個合作之後 他的條件就是我不賺你錢 我手少少的 一劑說你10塊錢美金就好了 但是要麻煩你們 也要跟我一樣 把疫苗廣批給大家 不准給我賣881塊 OK 他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AZ一劑成本 大概只有200多塊錢 海幣而已 所以等於是窮人的國家 也可以打 而且AZ的製作成本 又少 很容易 他的護送過程只有2度到8度C 這一般只有2度都可以 所以AZ是一個 是一個佛心來著的疫苗 但是就在研究的過程裡面 第一劑的 到第二期的過程裡面 不小心有一個研究員 把一個人連續打兩次 因為當大家打第一劑的時候 一直苦於說奇怪 我們這種栽染病毒的 那種載體方法 一直都沒有辦法把保護力提高 大概數據都是那個樣子 突然有一個 其中有幾個研究個案 不小心打了兩劑 爆發了 突然發現他整個 把握力衝到90幾% 前面一直都在四五十徘徊 五六十徘徊 就是重量抗體效價都不高 但是突然第二劑打下去之後 整個第二期後來 整個做完搜案之後 發現打兩劑是可以提高的 這也是一種 另外單劑疫苗混打 也不算混打 是打兩劑 所以這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後來連BNT也這樣做 發現真的比較好 做MRNA的方法 用打兩劑的真的不錯 可是後來又有人 陸續有打三劑的 大家知道嗎 製飛也是跟台灣高端一樣 就是也是用重組蛋白的 製飛發現打三劑是OK的 就是剛好打三劑又符合 他在設計過程裡面 應該要一 先中和抗體效價提高 二 他的T細胞出來 三 最後重組 整個身體的全面保護力 因為重組蛋白的技術 他是用S 就是內根 就是S2P 這內一根 他只要換掉一個東西 很容易就可以在 而且他毒性又不高 所以他發現 他確實可以補足所有的 不管你Delta 什麼打打打打全部都會來 他只要換個東西 就很容易就可以用了 各位 這很多一連串叫科學 沒有那種學理上 我認為可以的 但是全台灣這個陳半仙 每天跟你講話 都是用這種方法 我覺得可以 你看記不記得之前 而且實驗不是還沒做嗎 對啊 什麼叫做你覺得可以 記不記得那時候高端在 不是 抱歉 在疫苗的那個 混打的過程裡面 他竟然跟我講 我們能不能混打 是專家辯論出來的 辯論 辯論 大家去Google這條新聞 混打辯論 一看那個 我們專家是把世界各國的 自歌車英格蘭旗刊的資料 拿來穿在桌子上 然後來 我們大家來辯論 可以 直接變成功了 我們就開始混打這個 你老師 可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搞 人家世界各國要訂這個疫苗 能不能在巴西 能不能在非洲 為什麼會有黃種人 白種人 跟黑種人 因為所有的DNA都不一樣 你又用的是mRNA 又是這種信食核糖 這種你一定要再做一次 請問一下有沒有做這種東西 沒有 我們是用辯論 然後把白種人的期刊論文 放在我們的ACIP的桌上 來 大家開始辯論 來 大家覺得可不可以 然後所有教授都說 根據我的學理研究 我以前在大學學 覺得這個是可以的 因為... 然後另外一個舉出 我小學的時候就學過了 這個一定可以的 不是 而且既然根據學理 那你做什麼實驗 對啊 我們竟然是這樣子出來 一個結果說好 你可以答了 天啊 這多麼恐怖的一件事情 實在太恐怖了 可是我們台灣一直這樣子 可以這樣搞 醫學我知道 不是像我這種粗人 可以理解的 可是連我這種粗人 都知道不可以 你們比我更專業 你們只能有辦法在殿堂之上 講這種連你自己 都信不了的話 甚至像謝醫師 你前面講的那樣 現在又變成講這樣 科學不就只有一個答案而已嗎 為什麼會有不連續的答案 你告訴我原因出在哪裡 你知道世界各國 對於疫苗這種嚴謹度 我直接再講一個 不要說我們唱衰 不要一直每次在裡面 留言區說什麼 羅友志你又在唱衰 我們台灣的土產疫苗 對不起 我沒有 我有去調我的廣播 我從去年的11月 我就已經跟陳怡明教授 還有黃軒醫師 甚至還有一位江醫師 我已經連續三次講過了 國產疫苗趕快幫忙 因為所有國產疫苗廠商 很多人來跟我們講 我也贊成 我說國家我支持 50億投進去 我跟你講台灣未來 一定是我們的天下 因為這樣剛剛現場講的 國光強不強 你去問所有政治人物 國光強不強 不用講 他連實驗都被擋住了 台灣第一名 他連實驗都不給做 聯亞強不強 聯亞在美國的是上市 將近上市公司了 這麼大的公司 你不去趕快把他們兩家支持 結果現在是高端 你告訴我 你到底所有的過程 你有什麼樣的科學證據 沒有 我們整個台灣現在 我不知道我們下一代的疫苗 要在哪裡 光我們現在你看到的 所有投產疫苗的培植政策 是荒腔走板 我最後講 台灣錯過多少機會 東洋這個已經是 退而求其次的 我們台灣確實本來 可以變成生計大國的 都因為蔡英文你的一個夢 然後亂搞亂玩 第一個疫苗 台灣絕對有辦法 去談到怎麼生產的 我們放棄了BNT 你看 然後大陸 人家拿了40億砸進去 你現在每天在幹狗人家 我覺得台灣到底是 你是真的義和團 你也有機會成為第一個的 因為台灣的生計 世界首屈一直 我相信現在現場不敢再報 你看他一定是透過 醫生的朋友的誰 才認識你的那個 所謂Moderna的副總 台灣的這些人脈有多廣 所有千惠 也不要講什麼 千惠去英國留學過的 你要找你的同學什麼 現在問題是政府 就是怕你買到 是 就怪 心態的問題 大家一直不懂 然後一直罵我們在唱說 不是大家買不到 怕你買到 對 沒有人唱衰你知道嗎 但是自己國產疫苗表現好 我們就可以跟你混打 跟你什麼 現在的數據沒有一個 光一個第二期的10月解盲 出不來了沒 9月 對 而且他 你說解盲了 他現在最快10月底要混打高端 是這個實驗要出來 兩個倒是一起出來 對 全世界有這種玩法的 你告訴我你們科學家 自己可不可以說服你自己 午夜夢寐 你自己能夠爬起來 喝口水的時候 照照鏡子你還承認你是個人 我覺得已經離譜到 是這個地步了 我們新聞人跟你們 跟其他每個人專業都是 我自己沒有辦法 在我的新聞上面 有哪一個人卓博員 然後還故意污衊說 當初萬人檢測 是一個要顛覆國家 我寫不下去 可是你們為什麼做科學家 可以顛覆自己的專業素養 我覺得這些人 真的是變成國際笑柄 好 我們稍後再繼續來談 在這邊我先請大家 再繼續來到這個 子評上收看 目前子評的在線是5300多人 暗戰有7000多人 所以請大家 如果你現在是在主評 收看大新聞大曝掛的話 可以的話 就盡量移到子評上來收看 那麼另外來講的話 還有我在提醒大家 就是我覺得最近訂閱有點慢 前陣子還可以 現在每天爬一點點 所以盡量幫我們在今天 趕快衝到45萬的訂閱 拜託大家了 導播給我們看下一張好不好 我們來看到 這是另外一個醫生 潘建志醫師 他點出了很多問題 我就這麼說 如果你真的是要混打高端 你這個實驗 也就是在幫混打高端做鋪路 但高端撐不撐得起來 這個以每個星期18萬劑 來計算的話 他算給你聽 288萬劑 扣掉是要數6個星期的檢驗 封肩的時間 所以他說到年底前 再生產出400萬劑 而達到政府設定的 今年500萬劑的目標 他就覺得這個不太可能 那就不談沒有做三期臨床實驗 保護力不明了 高端光是產能有限 良率太低 就連國內的需求 都沒有辦法及時應付 就是致命的缺點 那麼以美國國產 Novavax的疫苗標準來看 產能不夠力 在美國是不會通過EUA的 病毒不等人 台灣下破疫情 隨時可能會爆發 人民沒有時間慢慢等待高端 把製程優化 所以換句話說 他說新冠病毒變種的速度 快過次蛋白疫苗製程 需要的漫長時間 等到製程優化完成之後 病毒老早已經不是原來的病毒了 所以這也是歐美花費巨資投入 能夠快速生產的 mRNA疫苗的主因 好 這就講得很清楚了 就告訴你說 你高端產能接得上嗎 應付得了嗎 另外你這個次單位蛋白 疫苗 你跟不上病毒吧 你趕快來做mRNA 這是光是判見制 點出的第一個理由 可是我先為你介紹 加入我們一起討論的 還有時事評論員謝寒冰 大家好 寒冰哥 就是剛剛我們也提到 這是陳時中最新說法 因為台大要做實驗 就是想要混打高端的這個部分 作為第二劑的部分 陳時中就是說 在學理上是可行的 好啦 可行可行 問題是你產能可以接得上嗎 不是 我覺得政府這個決策 這真的很奇怪 就是你要去實驗高端 我不反對 只要有人願意參加的話 我不反對 可是你手上 我們現成不是有1500萬 去BNT要來嗎 如果你要實驗混打的話 你應該要實驗 莫德納加BNT的混打 他不給混 他不給混 我就覺得你為什麼 不去實驗這個東西 你明明莫德納沒買夠 如果你不讓大家混的話 你就想辦法再去追加 莫德納的數量 不要等到什麼明年後年 你明知道疫情現在就是很緊急 你為什麼今年不先買 然後蘇生當前 沒有 他就是要銷高端的 400萬劑 但我說真的 所有的事實都擺在眼前了 大家就是不想打高端 這麼明確的事情 你看不出來嗎 你看 只要AZ大貨稍微穩定一點 莫德納大貨稍微穩定一點 大家就是不打高端了 高端前天9月13號 只有940個 對啊 之前還曾經連續好幾天500人 是 所以你自己都看得出來 你以為這種用強迫的有效嗎 而且我說真的 到了這個節骨眼 你再去試 台灣本身又不是很嚴重的疫區 你試出來的數據 到底有多大的參考價值 這是我很質疑的重點 還是你只要去說 試驗就是說 莫德納加高端 只要打不出人命就好了 你要説是這個嗎 請問一下 打不出人命是一回事 他有沒有保護力 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謝斯明醫生說 也許這個比打兩劑的莫德納 還要好 不輸 醫學上這種東西 可以用也許的 什麼也 陳時中說學理上是可行的 學理上可行的 學理上我們人類 早就應該飛到外太空去 結果人類還不一樣 待在地球上 哪裡也去不了 不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理論上可以通的 事實上不能通 三千年前人家就零奔月 你現在台灣誰奔月 你告訴我一下 所以這種東西根本沒意義 不要跟我講這種543的事情 你要拿出科學證據 證明它有用 這才行 一個國家的防疫中心指揮官 怎麼可以每天用幻想的 今天是這樣 明天在後天怎麼樣 如果是說他都會算命 你去當小說家 你來當什麼防疫中心指揮官 你當小說家搞不好大賣 我是不知道 那個商戶行就 我不知道這個小說能賣多少錢 我是不知道 但是潘建制醫師點出來 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如果Novavax這麼先進 這麼優秀 到現在美國都不給EUA 他到底為什麼會給你高端EUA 其他的國家又為什麼要給一個 第二期 我們要到10月28號才公布 第二期解盲的 真正結果的一個疫苗 人家怎麼會給你EUA 你是不是瘋了 我跟你講昨天傳出來那個消息 哥倫比亞去做那個實驗 老實講同時在哥倫比亞給你做的 是中國大陸的另外一個疫苗 而且人家做這個實驗的目的 幹什麼你知道 將來也許有機會當備品 就是萬一真的全世界疫苗 嚴重等缺的時候 然後真的沒有的時候 再考慮要不要當備品 只是這樣子 同時在他這個實驗的好幾十個 好幾十個疫苗 你講得高端 好像全世界只有你唯一最大 真的不要每天拿這種話術來騙人 我說真的 醫生講得已經非常非常明白了 mRNA疫苗跟吃蛋白單位疫苗 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因為吃蛋白單位疫苗 每一次只要病毒一變種 你就要幹什麼你知道 重做 整個全部重來 mRNA你就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他基因系列 就可以再去應付新的變種病毒 所以為什麼人類要發展新的技術 不就是這樣原因嗎 為什麼吃蛋白單位疫苗 他不是沒有用 但他針對某一些變種 沒有那麼快的病毒 它是有效的 我們國家一開始 就發現一個最重大的錯誤就是 我們居然國光 聯亞 高端 三個全部壓在 自單位在買疫苗上 我就不知道我們政府 怎麼會同時給三家公司 去研發一樣的東西 我就不知道這個政府 覺得在外面腦袋是 到底是裡頭裝的是什麼東西 所有人都知道 要分散同時風險 只有你把全部壓住 在同一種東西上面 我真的不知道你腦袋在想什麼 你知道大陸做好幾十種疫苗 MRNA他也有 吃蛋白他也有 然後腺病毒他也有 滅活他也有 他什麼都做 就試試看 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們全部壓在同一種上 我都不知道 好 沒關係 那一開始決策錯了就算了 現在我們是沒有時間 跟你去玩了你知道嗎 現在是大家 急需要等待疫苗救命 蘇貞昌這幾天 還不是一直在放消息說 我們要台灣疫情控制的話 二級要再放寬 因為他頂不住了 因為經濟快完蛋 真的快完蛋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都知道經濟快完蛋 然後你現在在這種節骨眼 推那個垃圾五倍券 我就不知道你推那個東西幹嘛 直接發現金 你是不會 印出來 我老實講 你就算真的印了 不要發可以 你要是不是知道 你印那個東西 印刷紙張是成本沒有錯 那要花錢 好像不發很可惜 錯 因為你發的時候 你的行政費用 相關的行政作業 你要花更多的錢 你尤其是要幫你代發 其他這些行政單位要代發 有的人要加班 有的人要運送 這些都不用成本 你直接轉賬 會進去讓他戶頭最快 何必去浪費這些成本 錯要認錯 錯就要趕快認錯 我們止血會 難道蘇貞昌你是怎樣 這邊破了一個動作 反正已經破了 就讓他破大一點 是這樣的意思嗎 自己這樣拿刀拔割深一點 這樣才好去住院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不懂 你腦袋在想什麼 你都知道經濟狀況是這樣的 現在要解決經濟的危機 不是你放官標準就有用 你放官標準 請問一下疫情如果又重來了 你怎麼辦 我們沒有疫苗 請問一下你怎麼辦 全世界各國都以前給你看 人家疫苗接種率 比台灣高很多 結果人家只要一開放就砰 對 為什麼現在有些國家 會告訴你說 他不會採取更積極的 防彈措施了 因為人家已經打到七成八成了 他也沒有什麼新的防彈 這次可以做 大家就想辦法跟他和平共處 剩下就各安天命 台灣連這種基本的條件都沒有 請問你怎麼放官 請問一下 今天你放官了 假設半個月之後 疫情又爆發了 你怎麼辦 是不是要重新掉回去 你每次這樣一來一往 你知道人民的金錢損失 是更大的你知道 你都沒有去考慮這些嗎 你們腦袋到底裝什麼 我真的不懂 所以這種基本 連國中生小學生都知道到底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個70歲人 當到行政院長 搞不清楚這種狀況 還是你有什麼私心 還是你內心有什麼鬼 不然的話你為什麼會這樣做 你整個蔡英文政府 到底在搞一些什麼鬼 所以我也真的拜託 今天剛好我們國民黨的參選 黨主義參選 走回憲憲憲憲憲 拜託國民黨真的 我說真的我們這些人 每天在那邊罵 罵了個半天也沒有用 因為這個政府也不理我們 所以在野黨要爭取一點 在野黨要強力的 去挑戰這個政府 這個政府每天在說謊 每天在騙人 你們要把事實呈現給這位大眾 我知道國民黨很苦 為什麼你們每天開記者會 媒體也不理 我知道 可是問題是你們要採取 更積極的行動 如果記者會辦了沒有人理 就不要辦了 而是要更積極的作為 直接跟民進黨挑戰 過去國民黨獨大的時候 民進黨就是這樣挑戰出來 其實人家已經做了例子給你看 我覺得國民黨也要學習 也是要這樣衝 因為現在其實不是大家支持民進黨 而是大家覺得 沒有一個在野黨值得我信任 這才是台灣最嚴重的問題 所以在野黨如果讓人家覺得 你扛不起這個重責大案的時候 永遠就是讓民進黨為所欲為 這是我們沒有一個人 想要看到的東西 對 因為大家會覺得很無力 就是說每天說 每天罵 說破嘴 然後國民黨記者會 也開成這個樣子 無動於衷 這個政府還是如此 像潘建制醫師 每天寫 拚命寫 你講不聽 他這個特別提到了 就是說原先規劃的 2000萬劑的國產疫苗當中 1000萬劑是聯亞 因為沒過 另外1000萬劑是高端 產能不行加上保護力不明 掛了 全掛了 2000萬劑的配額空在那裡 變成防疫大破口 國產疫苗產業遠遠沒有 人民健康重要 疫苗廠那一點營業額 連半導體產業的零頭都不到 所以他拜託政府 趕快改變戰略 再強調一次 國產疫苗產業 沒有國人生命健康來得重要 講得一點都沒錯 但政府不甩 剛好反擊到何行 政府認為保護高端比人民重要 對 他就是造成防疫破口 他才知道糟糕了 高端沒有來 高端做不出來 我們看到全世界很多先進的國家 包括日本 包括韓國 包括以色列 他的生技技術 完全不會輸給台灣的 我們台灣的很多醫療器材 包括我們的藥品 要向日本進口 向以色列進口 甚至向韓國進口 但是他們的疫苗策略是怎麼樣 他們絕對是用最多的經費 來購買國際認證過的疫苗 就是包括AZ BNT跟莫德納 所以我們才可以 在台灣疫苗短缺的時候 日本才有AZ疫苗可以捐給我們 因為他們的策略是正確的 他們也有國產疫苗 但是國產疫苗是作為備位 他們先保護人民要緊 先取得足夠有效防護力 可以保護全體國民健康 充足的疫苗 這個意義在哪裡 意義不只是保護生命 還保護產業 還保護社會經濟 因為你要每個人打了兩劑 達到60% 甚至到70的時候 你才有集體防疫的效果 現在大家經濟很苦 希望趕快解封 但是為什麼又不敢解封 因為還沒有打到 每個人都打兩劑 你一解封的時候 到時候疫情再起 燒得更嚴重 尤其現在我們面對的 Delta病毒 它的傳播力 又是傳統病毒 Alpha病毒的10倍以上 現在萬事莫如疫苗級 要趕快取得充足的疫苗 剛剛寒冰兄所說的 這是國民黨 身為在野的一個責任 我如果當選國民黨主席 我一定會結合全台灣 14個執政縣市的平台 包括我們所有 需要疫苗的產業 甚至個人 我們建立這個平台 一起來向國外買疫苗 因為現在已經有經過 美國FDA認證過的疫苗 可以當作一般的藥品 不用經過政府的EUA 我們來買了 買進來以後 你花了多少錢 你花自己的錢買自己的疫苗 既然政府不救我們的 政府不管我們的死活了 我們人民要自救 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來自救 好等你投給政府給他看看 你沒收看看 你就是公然以全國的人民為敵 看你能不能承受得起 這樣的結果 而且我們要有這樣的 民意的展現 對於不公不義的政府 我們要勇於衝撞 對於不公不義的作為 我們要勇於挑戰 這才是一個堅強的國民黨 才是一個在野政黨 要展現給人民的力量 在這個聊天室裡面 很多人就有提到說 像目前受到疫情影響 經濟老早就崩了 已經崩盤了 對 因為現在這個經濟壓力 非常大 所以我們看到指揮中心 說9月20號之後會鬆綁 防疫指引 所以請導播給我們下一張 可是帶你來看到 陳中就是說 剛剛他已經講了 不降級 還是維持 但是是鬆綁 鬆綁相關的一些細項 但是他之前有特別提到 就是如果說疫苗的施打率 沒有達到六成的話 是不會降級的 沒有錯 因為真的沒有達到六成 也沒有降級 因為他現在只是說會鬆綁 我現在請教 就是來加入我們討論的 國民黨文庄會副主委黃梓哲 那梓哲就是9月20會鬆綁 可是問題是9月20什麼日子 中秋連假 中秋連假不會爆發出油潮嗎 我不知道指揮中心有沒有配套 如果有配套 他一定馬上就說了 所以看起來是還沒有規劃 或者說他還沒有宣布 當然降級的部分我認為機率不高 他剛剛說不降級只是鬆綁 對 不降級 但是他有個問題是 陳時中今天特別有講到 他雖然不降級 但是他各個縣市的指引 會由各個縣市 自己再去規範 對 這個就有趣了 大家還記得嗎 之前金門 金門的縣長楊政武 不是要求說只要是入金門 都一定要怎麼樣 都要普篩 結果被誰打槍 被陳時中打槍 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意思是說這個什麼 相關的規範都要由什麼 指揮中心統一規定 指揮中心說可以才可以 說不行就不行 我意思是說 有時候你要求大家要跟你一致 各個縣市都可以 有時候你要放鬆或放寬 讓各個縣市 去做他個別的指引 莫衷一試 所以你到底是要 他不想扛責任的時候 就放在地方 你太快把我的梗破了 那你接下來就不講了是不是 就是如果他要擔起責任的時候 他就趕快怎麼樣 分散給各個縣市首長去做 如果說這個責任 是屬於各縣市首長的 他當然就怎麼樣 能推就推 所以說我覺得 到底接下來的防疫 甚至有人在討論 是不是要像其他國外一樣 我記得是丹麥 他現在也怎麼樣 完全解封 對 就是 口罩也不戴 對 口罩不戴 事實上他就把它當成流感化了 當然這個方向都可以討論 重點是什麼 人家丹麥可以這麼做的 最大的理由是什麼 對 他們疫苗充分 疫苗充足 所以他們可以有更多的政策選擇 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第一劑 坦白講普吉利都還不到 全體免疫 更不用講第二劑 接下來人家以色列 第三劑 第四劑都在考量了 所以還是疫苗 剛剛我知道 剛才應該也在討論 這個到底莫德納什麼時候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 非常的鬧虧 然後陳時中今天說 接下來如果莫德納有進來的話 通通要給什麼 之前打的人 第一劑打的人在第二劑 我剛剛這個空口說白話 廢話 不然 感覺高端比較快接上 對不對 因為是 他要讓高端混打 是 他現在就是說如果 坦白你這有點半強迫 或半利誘的方式 因為莫德納看起來 是有一些困難的 可是這個困難 政府自己要不要先檢討 我相信大家都會去比較南韓 人家南韓出動的部長去 馬上就要到幾百萬劑 可是我們的部分 感覺在怎麼樣 坐以待斃 還是怎麼樣 還是就真的等著別人 給我們贈送 施捨有點難聽 就等著別人給我們支援 我覺得這個是不負責任的 所以說我覺得 當然降級 未來要通韓的考量 剛剛卓縣長特別提到 民生現在很辛苦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縣市 因為DELTA病毒的關係 內用又禁止了 本來這一些做小生意 小老闆 尤其是飲食業的 他因為放寬 可以做一點內用的生意 你現在還收回去 假設再延長這一段時間下來 如果一樣持續不降級 然後我們的相關的內用 規定還是一樣的嚴格 坦白講他們撐得了前面幾個月 後面這幾個月撐得了嗎 接下來生活到底要怎麼樣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事實上現在到目前為止 還看不到指揮中心 比較有全盤性 系統性 或長遠性對於防疫 甚至是振興經濟後續的規劃 我覺得現在感覺是 就是走一步 算一步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危險的 因為你畢竟如果你連 最基本的疫苗都沒有 那你後續關於紓困 所以不管說你說要不要降級 要不要鬆綁 事實上你是沒有辦法那個的 你也不可能期待說 病毒每一次到台灣都有斷點 我們說病毒處處是破口 但這一次我們身邊 就有人開玩笑說 沒有 你看德尤塔 是不是處處有斷點 莫名其妙感覺好像就斷了 你不可能都是這樣寄望 所謂的台灣情機 是 我說運氣總有一天會用完 沒有每天再過年的 5月份爆發這一波的疫情 這最明顯的 我們前面之前大家鬆鬆閃閃的 我覺得疫情指揮中心 就覺得說這個疫情 完全沒有狀況 沒有關係 然後所以在疫苗的取得 在野黨 國民黨不斷的在催 不斷在提醒你們 就算其他疫情控制很好的 譬如說越南 紐西蘭 澳洲等等 人家疫情控制跟我們也差不多 甚至更好 人家在疫苗取得的進度 都不用我們超前 結果是我們自己最慢 更不用講那個BNT的故事 我的意思是說 剛才千惠說的沒有錯 你不能真的只靠運氣 只靠上天給我們的祝福 我們這個事在人為 所以還是要提醒 這個當然我覺得現在 這個指揮中心或民進黨 創造了一波氛圍是什麼 就是說你看 現在疫情趨緩 疫情不錯了 然後這個什麼 這個防疫的 一些相關的包含疫苗 感覺沒那麼急 或者說高端又能派上用場了 等等這些氛圍 我告訴你 這個都是危險的 只有疫苗 真正國際認證的疫苗 真正的到達台灣 打在人民身上 這個才是真正的防疫工作